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重点的副词 叫做在很大程度上或者主要地 跟老师先大声读一遍 largely 再来一遍 largely 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地 咱们看看它的精确的英文解释 largely我们可以解释为to a great extent 我们这儿的extend表示程度的意思 这是在很大的程度上 或者干脆可以解释成chiefly 主要地 那么这两个习语和单词 即使它的英文解释 也可以当作这个副词的替换 在考试中写作中替换可以的 我们看一个例子 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他辛勤的工作 或者主要是因为他辛勤的工作 你看很大程度上主要地可以用它 这个时候呢 这两个替换可以把它带进去 从含义是类似的 但是我们知道largely这个副词 是个多义词 是个多面熟 它除了表示在很大程度上 主要地这个含义之外 它也可以表示什么呢 也可以表示广泛地 大量地 这个larg这个词就更接近了 广泛地 大量地 也行 我们看例子 the theory was largely adopted adopt这个词 既可以表示领养 也可以表示采纳或采用 那么这个理论得到了广泛的采纳 广泛的采用 就很多人都使用了这个理论 所以既可以表示主要地 很大程度上 表示程度负词 也可以表示在大量地 广泛地 这个副词的含义 也行 那么我们做一个辩析 largely表示在很大程度上 主要地 或者大量地 广泛地 但有一个词跟它类似 就是mostly 这个mostly呢 我们是一个表示 时间频度的一个副词 咱们一般翻译成 在大多数情况下 会怎么怎么样 我们看一个例子 we're mostly out on weekends 表示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 周末都不在家 多数情况下 周末的时候 我们都出去 我们把下面这个副词 再大程度变 mostly mostly 好 注意跟larg的变细 不要搞混 就好了 好 这个词 我们跟老师学习到这 好